Namo Amidah Hud Namo Amidah Hud Namo Amidah Hud 再來瑞相 瑞相每一個人各有不同 所以呢 不可以執著 也不可以刻意追求 如果是這樣的話 恐怕會有障礙 那要怎麼樣呢 要所謂自然 只要念佛 其他的就隨其自然 只要虔誠念佛 然後呢 我們這個中風俗地 中風俗地處世之道 多加背誦思維 這樣的話呢 因為我們念佛 佛的加持 因為我們家當 加上自己 心地慈柔 謙卑柔和 如會自己給自己 恒生障礙 這樣往往呢 能夠欲知死至 能夠順利的 安忍的 自在的 往生極樂世界的 不過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素世以來 這是個姻緣 各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 一樣的 是同樣能夠往生 不一樣的 是最後的 顯現 視線 各有 不一樣 有些 一般的 念佛者 也有 他往生的時候 事先 遇失直至 順利安忍 但 也有 大德 他一輩子 專研究 進土 深入進土的 教法 也以身作者 以登台說法 可是往生的時候 就平平淡淡 看不到 有什麼樣的 奇蹟 或者是 銳像 那 你們說 他 就沒有往生 他不如 一般的聯友 也不是 這就是顯示 各有不同 所以 對於這個銳像 我們固然 感到 心力 可是 可以 执著 可以追求 是不可以的 凡事順其自然 那 我 有 我 超 我 我 超 你 我 我 我 要 你 要 我 我 你 我 我